首先的話,我最後先DEMO一下 反正最後做出來,我會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按下這個,它就直接幫我把這邊的資料 全部切割,切割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如果三個就切1,1,2,3 然後如果四個就1,2,3,4,一之類推 清除的話一樣,把它整個清掉 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你需要知道有一個 這個VBA裡面有一個方法很重要,叫Splitter 這個Splitter的話,以後就類似 那個資料剖析,但資料剖析比較麻煩,就是說它頂多 只能幫我們做一些固定方向的資料剖析,或者是 可能沒有辦法像這種比較大的變化 那怎麼做?第一個的話 學說沒有分享畫面 我們剛剛主要就是 分割到我們現在 主意的來看,第一個呢,我們就是 會需要用到一個 VBA裡面的一個方法,叫做Splitter Splitter的話其實 主要就是說你可以切割 所以我們第一步,假設我們今天 先開一個 VBA的,一樣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我們寫第一段 也許第一段的名稱叫做 這個叫做 資料切割1好了 資料切割1的話,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比如說我今天要切割的對象是這個 假設 我們其實 剛開始寫,你可以先寫小範圍 先寫比較簡單的 再慢慢加一些功能 慢慢的話,其實你會發現就可以把比較複雜的功能全部寫出來 那你不要急著說一下要把它全部寫完,不可能的 那我們先第一步 我假設我的需求是希望 可以先把這個資料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幫我放在哪裡 放在區欄的 應該是第3列吧 345好了 比如說這個是第3 下面第5 第4第5 就是這個 這3個放在345好了 那如果可以做到我們再來看後面的動作 第一個要怎麼切呢?切的話呢,第一個就是你可以用VBA 打那個VBA 電 那如果你不會拼那個SPRIT的話,你可以從這邊先打S 至少你記一下 SPRIT的話一定是SP 然後呢,你會把SP就出來了,這邊就有個SPLIT OK,點兩下 然後錢刮弧 那其實你需要給他 那就是一個參數就可以了 什麼參數?就是你要按照什麼做分割 那我們按照什麼呢? 豆點分割 那記得喔,豆點是一個 一個字啦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這個 雙引號 好 那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個豆點 不過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豆點是全形還半形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應該這裡應該是半形 所以我打半形 你如果說全形,你可能要用全形 那切完之後的話 他前面呢 必須要 有一個 這個變數去接他 也許我們叫ARR 等於 那特別是ARR 他等於是切割完之後 他會變成 1,2,3 所以喔 我把這個地方 那你會發現呢 他切完之後會有三個東西 也就是說喔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把他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ARR如果你要觀察的話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呢 你用什麼 用 之前我們教過的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用printer 就是檢視裡面的那個 即時運暗視窗 printer的話是問號 你可以ARR 因為ARR它是一個陣列 陣列的鎖影值 會從0開始 所以呢 你要怎麼取第1個資料 記得喔 小瓜糊裡面加一個0 0的話指的是第1個資料 也就是說 如果沒錯的話應該會取第1個 函數進階應用 我看enter 逗點 這邊的話 Sprint 跟正一下 這邊 把它停一下 我好像少了一個參數 Sprint裡面呢 還需要一個 跟他講說 去切哪一個 哪一個資料 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這裡的話 還需要跟他講說 你幫我切割的儲存格在哪裡 在那個 這個 第幾列 第3列 第幾欄 第第1欄 OK 幫我切這個喔 然後 所以 更正一下 這邊可能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 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第2個參數是 按照什麼做分割 OK 比如說我這邊再弄一下 那其實 在print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AR 小瓜250 就是第1個 那如果第2個的話呢 顧名思義 那當然這裡面就加一個 1吧 1的話呢 就會什麼 VBA 入門解說 那依此類推 這個為2的話 所以喔如果你要 一個一個分開 並且放在這邊 G欄的 G3 G4 G5的話 那一樣嘛 我們其實這邊可以 打一個什麼 儲存格 Sales 第3列的 G欄 然後幫我放什麼 放第1個資料 就 AR 0 指的是第1個資料 那依此類推啦 所以後面就是 比較簡單就是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資料 少一個這個 後雙以後 那如果我要往下放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第3列 的G欄 第4列的G欄 第5列的G欄 然後分別放123 其實要2而已啦 所以0 1 2 因為有3個而已 0 1 2 那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放過來的資料呢 就是 1 2 3 有沒有 但是有個問題 以後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說 他的那個什麼 總共有幾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總共有幾個的話 那必須還要在學 第2個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做 U棒 什麼叫U棒 這個蠻重要的一個函數 U U棒 B O U N D U棒 然後 刮虎裡面的話 你放 假設說呢 你打一個 U棒 然後呢 把array 我記得應該沒 拼錯 array 把這個array 的這個變數放進去的話 按Enter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正列 他的所影值 最大的是多少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U棒 假設是array 把它放進去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數字最大是2喔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 換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是 抓這個吧 抓這個是第3 對不對 如果抓第4的話 那就1234 所以如果 假設我抓第4的話 那理論上 我再讓他停一下 這個中段點停在這裡好了 那一樣 我這邊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得到就是3了 那如果我知道他的那個 陣列 有沒有 的最大值的話 那其實這個陣列的最大值 其實就剛好是什麼 剛好他數量 減1嘛 有沒有 數量減1嘛 因為他從0開始 所以我如果有這個訊息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有幾個 那我往下放的話 我就知道放幾個就好了 所以其實好像 主要 知道有兩個訊息 應該就會 離我們要做出來 越來越接近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第一個是Splitter 第二個是Ubound 然後把這兩個組合在一起 其實就可以 做出我們要的效果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了解一下這兩個最重要的 這個方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齁 好 現在 大家